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講的這個課題其實非常重要 這篇文章是總共大概有十萬字左右 那佩勳呢把這綱目印出來 把裡邊的一些要點為各位摘入在裡邊了 題目是戲曲雅俗之推儀 那我寫的是從萬利以後一直到晚清 可以說能誇三百多年 戲曲的雅俗啊 後來在一般戲曲史裡邊有所謂花雅之爭 花雅的推 所以其實花和雅這兩個字呢 如果說各位知道我做一個題目之前最重視的是什麼啊 明時的定位就是論題的定位 因為你不定位啊 是常常呢 你這麼瘦我這麼瘦 你把它定位了 別人不照著你也不行 因為你有理論 你有這個考證過程裡邊的一個 一個事件在裡邊 比如說文雅大家大概都沒問題 那麼這個花是什麼意思呢 花啊 我在這個裡邊啊 開頭的是花的相當的篇幅 今天呢我們簡單的說 花有俗的意思 還有花有雜的意思 就是說啊 許多這個什麼民間的東西 它是分批雜成的 分批雜成 它是通俗的 那麼雅呢 就一定經過這個什麼樣 淬煉 然後呢可能定於一尊 所以它會不會雜亂呢 就不會雜亂 雅俗啊 有這樣的這個關係 雅俗 是隨時隨地呢 都可能改變的 某一個時代的俗 可能呢就是下一個時代的怎麼樣 的雅 你看我們中國的所謂雅樂 雅樂 先秦的 那一定是金石之樂 對不對啊 儒家的廟堂之樂 這也啊 那麼所謂俗呢 就是孔子呢 還有儒家的 要把它放的什麼 鄭生 鄭生就鄭國的地方音樂 那他呢 因為啊 比較寫的是多的什麼 男女的戀情 他就覺得啊 商鋒敗俗 這個是古代的所謂雅俗 那各位也知道 像這個什麼呢 到 後來 民間的音樂 從漢代以後民間音樂 慢慢就會提升為什麼 清樂 清樂呢 可是又有什麼進來了 又有這個符樂進來了 所以原來清樂是俗樂 可是後來呢 清樂又變雅樂 我們現在的所謂國樂 原來是怎麼樣 也是民間的這個私足樂這麼來 可是現在呢 國樂也變雅了 西齊也一樣 像 昆劇 我們說過 昆山土腔 昆山腔 水磨調 昆渠 昆劇 對不對啊 這五個概念是不完全一樣的 那麼 昆渠 是 水磨調的昆渠 是什麼時候開始定位啊 在這個 衛良府的時候 衛良府之前 為什麼昆山腔 只在 無中一帶流行啊 流播的區域小 因為那時候 基本上是昆山土腔 所以他 所以他用 地方性的 語言 產生的 語言旋律 請問 不是無語系統的 他能不能接受啊 就不能接受 像我們的 鴿子戲 為什麼 只流播在 閩南一地區啊 音樂出去 沒有人聽懂 沒有人聽懂 同樣的情形 昆山腔 也一樣 但昆山鼓腔 各位要知道 戲曲音樂的提升啊 其中呢 有一個 極重要的因素 就是經過 音樂家的 這個什麼呢 竹謀 這個提升 我把它考察啊 歷史上啊 第一個就是 顧姦 在這個 元末明初的 顧姦 他把它提升了 後來在正德年間 明代五中正德年間 有一個就是 江南四大財主的誰啊 祝雲敏 祝珠山 他也提升過一次 那魏良福呢 為什麼 那麼重要 關鍵性呢 因為魏良福 除了自己的 歌唱藝術以外 被當代的人 同時的人 所欽佩 他也能 像 比他好的人 積取 學習 同時 他又結合了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學生 跟朋友 形成一個大的 一個什麼呢 昆山槍的 改良集團 我把它考察過的名字 三十幾個人 所以各位要知道 集大成的人 一定要有怎麼樣 有一種包容力 也有一種統一力 才能完成 這個光 水磨掉的昆山槍 這個 昆山水磨掉的 魏良福就是如此 可是各位要知道 他那時候改良的 是一種清唱的 清唱的 清唱的 清唱曲 和戲曲 是不是完全一樣啊 不完全一樣 因為戲曲要 演出 對大眾 清唱曲呢 是對這個文人 雅士音樂家 所以一個是什麼呢 盡量的提升 它的精緻度 可是另外一方面 是什麼呢 要放鬆的 通俗化 通俗化 又保留了昆山水磨掉的 這個特色的 就是梁晨宇 所以梁晨宇 他又用什麼呢 用自己的作品做後盾 所以各位要知道 一個集大成的作家 他本身呢 一定要有偉大的 作品 然後呢 才能倡導 伊士的文風 你韓玉 柳宗元 文起八代之衰 對不對 可是他如果沒有好作品 誰理他 這個古文運動 不是由他開始的 各位都知道 早期的流眠啊等等 可是呢 他們沒有他的怎麼樣 沒有他的作品 做後代 還有呢 就自己有一種 藝術文學的理念觀點 也就是說他有一種理論在裡面 才能這個成就 為梁晨宇 梁晨宇 梁晨宇 就是這樣 梁晨宇啊 同時代的 同時代的 其實呢 像張鳳毅啊 還有這個 幾個人啊 同樣的 同樣都是用 昆山水魔調來 怎麼樣 來演出他的戲曲 是同時 可是為什麼梁晨宇 他獨享這個 昆劇開山之名呢 什麼緣故啊 因為他這個成就比較大 尤其他的名氣怎麼樣 超過他們 許多 他為人呢 豪爽 聲明大 所以就變成一個 現在大陸的領軍人物 這個代表性的人物 是這樣子 但是昆劇啊 昆劇真正普及化 到這個什麼呢 成為全國性啊 大家文人雅士啊 都以他為主流巨種 必須要經過哪些條件呢 必須要經過的 是要向官話靠攏 他的語言要向官話靠攏 所以這個游梁晨宇開始 因為他要調適南北語言 南起北起 把他融通 北調可以昆暢 所以把北起也納入昆腔 水磨掉的歌唱範圍 就槍料劇種來說 使得北起雜劇也變昆劇 烈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從誰開始以後 就大大推動這個呢 神井 王繼德 等等這些重要的曲家 就以中原音樂為怎麼樣 為這個南起的 語言的這個遵守的邪運 邪運遵守中原音樂 就告訴我們說 昆腔水磨掉的語言是怎麼樣 像官話靠攏 所以他才能走出什麼 走出這個書桌 無語系統 而這個呢已經到了 到了這個什麼呢 萬曆以後 萬曆以後 雖然水磨掉 創發是家慶末年 但是呢 這是萬曆以後 起碼呢 萬曆恐怕真正 真正推行萬曆中葉以後 為什麼呢 因為啊 這個牡丹亭 牡丹亭 還不是用像官話靠攏的 的這個官話的語言在寫的 所以在這個昆山水磨掉 以前的那些明代的新南系 你從語言規律把它簡約的話 中原因應是不合乎它的 不合是格格不入的 比如說他知詩其微與母 知詩與母其微 它是混在一起的 比如說這個先天 寒山 環歡 甚至於這個什麼 艱險 也混在一起的 真文 清詩 也混在一起的 那麼像這些呢 各位看新南系的那些作品 都有這個毛病 就象徵它還沒有怎麼樣 還沒有這個 相關畫好 同時呢 這個水磨掉啊 它本身呢 提升它的藝術啊 第一取牌 取牌方面 也要開始怎麼樣 定型 講究的評測力也開始怎麼樣 又講究四聲的聲調力 那誰運 是中原運運 連套呢 從原來的雜醉 到這個不太固定的那個套樹 樹木的樹 趨向於怎麼樣 一種 大家都 喜歡用的套式 連套的一個 許多人都用的模式 類似這一些 都可以看出啊 它的眼鏡 所以啊 一般的是有些好些學者呢 認為說 這個取牌啊 如何如何 並不是 和音樂有多大關係 這個元代也那麼用 明代也那麼用 其實這是很粗糙的一種 觀察 我一再和各位說過 許多看起來 一樣的東西 它本身也有生命體的演化 演進在裡面 對不對 一塊石頭 從火山爆發出來 凌固以後 到我們終於看到海邊的細砂 這就是石頭的生命石的演化 你們有沒有看到 最近有一個 一則新聞報導 是台灣還是哪裡發現 一個一千多 多少幾百光年以前的 一顆這個什麼呢 一顆恒星 正在那邊翻動這個什麼 要形成 因為恒星就是 宇宙間的宇宙塵 它匯聚在一起 形成動力 然後開始 這個旋轉 都可以看出 宇宙的恒星 同樣有它的生命的演進 生命演進 我們地球已經演進了46億年了 所以才有今天的這個海洋 今天的海洋已經 今天的地球已經有 又這個什麼 呈現要開始衰亡的現象了 那地球的毒菌是什麼呢 就是地球裡邊很不幸的 在這時大概一百多萬年來 產生了一種新毒菌 叫做人類 這個人類開始要來破壞地球 有一天人類就會 地球就會被人類把它消亡掉 那時候地球之號什麼 變死亡的星球 沒有人類 然後有一天又什麼呢 又變成宇宙塵 一樣的 宇宙萬物這個原理都一樣的 只是生命的這個 這個意義定位你是怎麼看 如果生命的定位就是從 開始到結束 那就生和死 這樣來看的話 每一種生死都不一樣的 一根草 一個石頭 一個地球 一個宇宙 甚至於現在 又科學家什麼 宇宙不止一個啊 我們好幾萬耶 這什麼我們這個小生命所知道的 但可能啊 可能宇宙也是一個生命體系 有生也有宇宙的消亡 只是它的那個什麼 太大而已 所以呢 這個昆山水魔調要到亞 增在亞萬利以後 所以我才從萬利開始 是這個緣故 那各位也知道啊 這個劇種 我有這個什麼觀念啊 劇種 從藝術來分 有小系 大系 和我系 那麼大系裡邊 我們姑前就拿大系來說 大系有一種是體制劇種 有一種是腔調劇種 體制劇種就是從那體制規律做基準 腔調劇種就由它的怎麼樣 腔調來說的 體制劇種和腔調劇種之間 互動關係是什麼樣呢 體制劇種一定是腔調劇種的載體 的載體 那麼這種載體呢 可以用不同的腔調去歌唱它 譬如說用昆山水魔調來歌唱 它就叫昆劇 用一揚腔這種腔調 腔調我們說是什麼的意義啊 方音與方言為載體的語言旋律 來歌唱它 就一揚戲 同樣有沒有海言戲啊 同樣有沒有黃眉戲啊 同樣有沒有歌子戲啊 歌子戲就是我閩南語的這個情形 所以體制劇種是可以作為各種腔調的載體 但是這個載體 與這個腔調之間 它還是有互動的 譬如說 昆曲所需要的體制載體 和一揚腔所需要的體制載體 會不會一樣啊 不會一樣 這就像什麼呢 一揚腔 譬如說它是銅刀 那麼這個銅刀的載體是銅 這個刀的那個刃就是什麼啊 就是它的那個腔調的藝術 藝術 昆山腔所需要的載體 就等於它是鋼刀 那麼它的載體就是鋼 對不對 產生的力度會不會超過銅啊 所以昆山水魔調 同樣也腔調依附在載體 但它的載體本身的直性 形式會變 就是它的藝術性會怎麼樣 有高低之別 這是它的互動的這個關係 這個各位也要留步 所以腔調本身會不會有雅俗啊 也會有雅俗啊 了解這個意思吧 也會有雅俗 如果了解這樣來看的話呢 我這十幾萬字的考察啊 把它歸納起來 就非常的簡單了 我們敘述下來呢 可以說很容易迎刃阿姐 各位看這個目錄 明家境至清康細間的戲局 雅俗推語 以見家境間人住宿 這個是指誰阿元呢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朱雲鳴啊 或者楊生安啊 他們心目中的雅 是北曲雜曲 因為北曲雜曲在那個時候 整個體制規律會不會很緊嚴啊 很緊嚴啊 完全發展了 可是因為整個元代啊 是北雜曲的世界 藍系潛伏在民間 所以它本身的演進在民間 速度是快還是慢呢 速度是慢的 所以那時候的南系 就是屬於俗的 北雜曲俗的 好 可是到了這個萬曆呢 又有所謂公系和外系 它的公系啊 它的公系啊 就是北曲雜劇 為公系 使雅的部分 在民家境年間啊 有留存下來許多的教坊劇 土字邊那個也可以讀方 叫方記 那裡邊的北曲雜劇可以說啊 留存下來我把它考察 有98種左右之多 這一些呢就可以看出明代的公系啊 它呢 家境萬曆間的公系啊 它是為公廷的主體的 那外系又是什麼呢 在萬曆以後 萬曆中葉以後啊 它的這個外系啊 是包括 有八 昆腔 藝腔 也就是說 南曲細文的腔調劇種 兩種腔調劇種 一個昆山腔 一個藝陽腔 還有啊 另外呢 還有民間戲曲 一種叫過錦戲 過 金過的過 錦 錦繡的錦 這過錦戲是什麼意思呢 我把它說成是大型的小戲群 大型 因為它有一百個段落 一演員就可以演一百個段落 那這裡邊會錘的是什麼呢 等於民間小戲的大會錘 大會錘 為什麼要演這一些啊 因為呢 黃氏裡邊啊 覺得這叫黃子黃孫 有沒有機會到民間去遊歷啊 沒有 所以就把民間的這些東西啊 找到宮廷來 讓他們看 讓他們了解 民間的現象 所以也是 這個外戲裡邊呢 就含常有這個 還有另外一種叫打道之戲 打道就是農村裡邊的這個 打天下的打道就是 就是這個道迷的道 打道之戲就顯然 寫這個農家生活的這些現象 所以這是萬曆裡邊 公戲外戲的這個對比 到了康熙年間呢 昆駒 一揚戲 就昆駅呢 就提升為雅了 民間的呢 它叫誇戲 這個大概我這個裡面沒寫 誇就誇大了誇 沒有那個言字編 那個誇戲的意思 還是民間通俗的這種地方戲曲 昆山腔 翼陽腔 就這樣起來 好 接著呢 就到了 乾隆年間 各位看講義 你看乾隆年間六十年了 我把它分作這幾個 第一是 昆駅之雅俗推矣 昆當然昆山腔 那麼 經是什麼呢 經就是一揚腔 經化以後 被認為是北經的代表劇組 就叫經腔 很奇怪 經腔呢 從來沒有說經戲 它就一直叫經腔 也就翼陽腔呢 在北京 經化了 語言上向北經化 靠攏 那時候這個經腔呢 它的這個歌唱藝術 是超過一般翼陽腔的通俗的 所以它在王火啊 王府裡邊呢 很流行 九門之中 各位知道北京城有九門之中 是許多劇團在演出的 所以經坤爭吟的時候 各位知道 是哪一個聖啊 是經聖 可是呢 昆駅很有趣 昆駅呢 雖然都不是占上風 但是呢 它的韌性很大 韌性很大 就像這個 你們看那個漫畫裡邊那個誰啊 雕個一個多 拍拍 對 拍拍 對 它幾千不是都是 都被打得一塌糊塗 但是就打不死 最後勝利都是他 然後 昆駅啊 在這個 可以說這個什麼呢 康熙以後 就和他爭 昆毅就昆山腔和翼陽腔爭 然後接著呢 翼陽腔提升自己 精強 把它打垮 可是呢 他還是在 並沒有完全消滅 好 後來呢 從什麼呢 從陝西 進來 陝西邦子 這個昆邦的邦 要注意 這個陝西邦子 又和昆山腔打 這時候的陝西邦子啊 第一次被稱為亂談 這亂談 第一次是在這個 乾隆早期的陝西邦子 因為呢 昆山腔的 這個 對比啊 和陝西來說啊 昆山腔優雅的 細膩的 柔軟 陝西邦子呢 讓文人聽起來什麼呢 亂七八糟 亂談一氣 所以文人就說 陝西邦子是亂談 所以亂談 最原始 只稱陝西邦子 陝西邦子 當然也打贏了誰啊 打贏了這個 這個昆山腔啊 但昆山腔照樣沒有衰亡 沒有完全衰亡 好 京邦 京士 京腔的前身根源是什麼啊 是翼陽腔啊 翼陽腔的京腔 右翰怎麼樣 幫子又打起來 幫子又打起來 可是很有趣 這個院家最後都變成怎麼樣 親家 所以昆義腔打 打了結果 就產生了一個混血 就叫昆義腔 合起來 這個 北方昆劇院 早期的北方昆劇院 它的前身就是昆義腔 這個北方的語言 系統比較多 和南方的語言比較不一樣 這個昆邦之後呢 京腔還是代表了北京劇團的主流 可是呢 那時候又進來一個 這個什麼 進來一個叫四川來的 四川邦子 因為邦子腔原生於什麼 陝西 陝西是古代秦國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邦子也都叫秦腔 就等於京勤呢 在鬥爭 可這個四川邦子和那個陝西邦子 不一樣的地方啊 是陝西邦子 各位知道邦子腔呢 它這個腔調 有兩種不同的載體 一種載體 是小曲 雜曲小調 它的詛咒樂器 是吹奏的 所以叫吹腔 另外一種呢 是我們現在 京戲裡邊那個什麼 浮琴 就叫琴腔 琴是浮琴的琴 所以四川邦子呢 就是琴腔 是載體 是施戰系的 各位我講起來簡單 可是考證的構成很廢 很麻煩 要把它弄清楚很麻煩 現在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歸納 把它釐清啊 弄清楚他們之間的推移 在這個四川邦子的 這個琴腔裡邊啊 出來一個頂頂大名的人 叫魏長生 聽過這個人嗎 哇 他呢 演出的就是邦子腔裡邊的那個 小戲的這個成分多 小戲很通俗 北京老百姓很喜歡看 他唱得又非常的儒名 這個 蝶蝦 也就是 比較昏啊 帶有昏色的這個味道 所以風靡酒 整個北京 把這個京腔呢 原來是九門裡邊輪轉 到處九門都輪轉演出的京腔呢 把它打下來啊 弄的是王府 王府不是主張這個京腔的嗎 政府機構這些人呢 就 對 魏長生啊 當然很感冒不舒服啊 就把它趕出北京 還禁言魏長生的這個 幸好他有幾個子弟啊 在那邊搶住 所以魏長生是後來被趕到哪裡呢 趕到揚州的 趕到揚州 這個我在裡邊有相當 發了相當的篇幅來考證 魏長生在北京到南揚州這裡邊的種種事情 可是同樣的 昏山腔和陝西邦子鬥爭的結果 就產生了昏邦 就像和京腔 產生昏京 京腔和邦子 紫槍的四川邦子也產生京邦 那到了乾隆五十五年 各位乾隆五十五年 為什麼一般人啊 都這個 認為一個重要的年代呢 因為乾隆八十歲 南方的這個劇團 南方的戲局的中心 是揚州 明代的戲局中心 南方是哪裡啊 蘇州 南宋的南方戲局中心在哪裡啊 在杭州 北宋呢 在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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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呢 由變良移到哪裡 大都 大都就是北京 反正是要作為一個戲局中心 必須要幾個條件 各位想一想看 第一 要不要商業去經濟發達啊 因為戲局藝術 是最現實的 沒有錢 你就養不好 養不好 我非常欽佩啊 明花園的那個陳勝 他向我說啊 黨魁啊 我睜開眼睛 一百五十幾張嘴巴都對著我 懂得意思嗎 因為他的劇團 分做好幾個劇團 什麼天地玄坊 還有總團 還有什麼團 天團 地團 玄團 黃團 黃團 下個月還有什麼要演 那 這每一個演員 都背後有個家庭啊 背後有個家庭啊 不要小看這一點 所以鄭榕欣啊 你們鄭校長也了不起啊 他能夠把一個客家集團 不管怎麼樣 能到現在真不容易 所以戲局發達一定是商業興盛 第二 要不要交通便利的大成啊 交通便利 當然 在這樣條件之下 文化也會昌盛 所以呢 那時候 廣州啊 乾隆時代 北方就是什麼 北京 南方就是揚州 各位知道揚州是這個什麼 運閣啊 什麼的 尤其揚州啊 它是這個 延商啊 延業很發達的地方 在揚州有一個影響力很大的人 叫做 江聰 他自賀庭 叫江賀庭 他是延商的這個什麼呢 總頭頭 那各位也知道 那各位也知道 錢隆自認為十全老人 對不對 古今最了不起的帝王 他只敬佩一個是誰啊 就是敬佩 他的祖父 康熙皇帝 所以他說錯了一句話 害死了好幾個人 就是說啊 我不敢超過我的祖父 我做到六十歲 可是他們想 六十歲也到了 對不對 八十五歲 他二十五歲登基 八十五歲那一年 就是乾隆 這個五十五年 那八十歲 他也只好 這個 退位做太上皇 可是有沒有針退啊 有沒有裸退啊 沒有啊 我們這個 嘉慶皇帝很聰明啊 想要殺和聲也還忍住啊 對不對 沒有馬上殺 對父親呢 又恭敬的不得了啊 這個什麼 讓這個老王啊 還是覺得這個兒子很不錯 很會捧他 很會以他什麼 包括一件小事 他的 他的 嘉慶的皇后史 他都不敢這個表示 這個什麼 在乾隆的面前 也不敢穿傷腐 怕這個毀氣 諸如此類 小心 所以做了 又做了幾年的阿皇帝啊 各位知道 他八十九歲 四年 那在乾隆呢 效法康熙皇帝 就是六次下江南 對不對 他不敢超過 但是每一次下來 浩浩蕩蕩蕩 那真的浩浩蕩蕩 帝王又要娛樂 當時最了不起的娛樂就是什麼 戲曲 宮廷裡邊本來就有 有宮系外系之類的 所以呢 演出也要有優雅的昆山腔 同時也要什麼 也要地方性的這個花布 那麼那個時候 記載這個事情 記載的最詳細的 就是揚桌畫坊錄 揚桌畫坊錄 各位寫吧 畫坊就是這個彩繪的樓船 李斗的這個書 他就寫出了 當說揚桌 在江沖的這個主詞之下 戲曲是分作兩大類別的 一個是雅部的昆山腔 是唯一的 可是花布裡邊呢 花布裡邊就有 有義揚腔 有精腔 各位看 精腔原來是義揚腔 精化以後的 但是他記載的時候已經 義揚腔 精腔 還有幫子腔 還有皮房腔 還有這個什麼呢 螺螺腔 這一些呢 他總稱為亂坦 所以這個亂坦和剛才我們說的 陝西幫子 是亂坦的意義已經怎麼樣 擴充了 擴充了 這是亂坦的第二個意義 這時候的亂坦的意義 就是那個地方戲曲的 蓋成總稱 可是亂坦呢 在乾隆年間呢 還有一個摺子戲的 在草坦的書 這個書很重要 可以看出乾隆年間啊 那種整個戲曲的面貌 就醉白球 醉白球 醉白球有 昆距許多的摺子戲 所以昆距這個醉跑曲裡邊 露存啊 當時候的地方戲曲 其中呢 他幫子槍和亦陽槍結合在一起的 就叫幫子央槍 你看亦陽就變央 這就是什麼啊 各位知道 亦陽變央是什麼 插陽陽 和鷹 懂嗎 幫子央槍 他就把它稱幫子槍 可是 昆山槍和幫子槍結合的昆邦 是以幫子槍為主體的 他就把它稱為亂坦槍 所以這個亂坦槍呢 又另外一個意義 又另外一個意義 然後呢 又到江南一帶 又到江南一帶 這個又產生了一種 三五七的結構 三五七 這個句法是三五七的一個地方 腔調 當地的人 因為他很離俗地方性 也把它叫亂坦 所以光一個亂坦呢 就有四種不同的名義 如果不把它弄清楚 我在一篇文章叫做 幫子槍 極其流派之考術 才把這個弄清楚 才把這個弄清楚 而我們現在所說的 乾隆55年 影響後來北京巨坦 和皮房戲精細 形成一個很大的關鍵 是揚州的所謂亂坦 所以近代戲曲 其實是 易揚槍 幫子槍 在數這一方面 真正廣播整個中國 昆山槍 是因為文人的關係 寫作 技術 都是文人 昆山槍是這樣 在紙面上 勝利 十字戰的勝利 其實是易揚槍和幫子槍 這個是各位 那表相看 毅力不咬了 什麼啪啪 那個是昆山槍 就這樣記的話 你就知道 他的來龍情 好 那千龍八十年 江河庭 江沖 大元商記者 他就請了 一個叫做高朗廷的 元老生的高朗廷的人 帶這個團進去 一般都這麼說 可是我書裡面 要考察出另外有一個人 他自稱是他帶的 那這個 也許一個領隊 一個副領隊吧 可能是這樣子 那麼進京以後 他有四 後來就是所謂 四大揮班 就是有三慶 慶祝的慶 四喜 喜歡的喜 然後和春春臺 所謂四大揮班 其實呢 不只這四個 他四大就是最著名 有哪一些呢 到後來影響很大的 我在書裡面都有 這一些進去 各位就因此要知道 揮班裡邊到底是 什麼樣的戲劇藝術 和他唱的唱腔是什麼 揮班顧名思義 就是安徽 有淮州 有這個揮州 十州 這兩個州 合成安慶 安慶揮州 合成安徽 那當時候 的這個智陽槍 後來變成青陽槍 揮子亞調 都是在哪裡 都是在安徽 那麼這個揮斑裡面還有一種叫吹槍 吹槍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邦子槍 他怎麼樣呢 他用砸曲小調做載體 用管樂為詛咒樂器等 可能是敵或者唆吶就叫吹槍 還有一種保留詩戰系的高亢的 他叫高波子 波 波可能是波玄 高亢 但是那個波和邦也陰進 所以高波可能就是高亢的邦子的意思 這時候另外也必須要說到的 就是在湖北的這個襄陽 就是武漢一帶的襄陽 他也形成一個地方槍調 這個地方槍調就是邦子槍流過到陝西 山西的那個交界的地方 形成了三陝邦子 山就山西 陝就陝西 在流過到襄陽 地方化 可見襄陽調的這個地方性的語言 是強勢的 他形成了襄陽調 襄陽調 襄陽調成為湖北的這個什麼呢 槍調的主流代表 因此一般呢 又叫楚調 為什麼叫楚調啊 湖北是古代楚國 所以叫楚調 可是忽然這個襄陽人就總覺得 我這個襄陽調這種腔調 是西方傳過來的 當地的有一種圖語 把那個曲子叫皮兒 唱一段曲子叫唱一段皮兒 西方傳來的曲子 因此就叫什麼呀 西皮 各位 西皮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西皮就是邦子槍到了 湖北襄陽的地方化 同樣呢 邦子槍也傳到了 因為邦子槍勢力很大 那個地方性強勢的腔調 傳到了江西的宜黃 宜黃 宜南的宜 黃 當然就是黃色的黃 宜黃這個地方啊 在明代的時候 曾經呢 從海人槍 由於宜黃 有一個做過兵部上書的 他回鄉以後 把海人槍帶回家鄉 就是湯賢祖所說的 那個宜黃槍 宜黃祖地 他由地方化也形成宜黃槍 可是這時候宜黃槍的載體是什麼呢 是曲牌體 曲牌體 可是到了這個 清代啊 萬明清代呢 邦子槍流布到宜黃的 他的載體是施戰體 施戰體 七個字的施戰體 他也形成宜黃槍 所以載體不一樣啊 地方的語言旋律一樣 他的直性會不會一樣啊 不會一樣 這一點啊 一般學者都不留意 載體是很重要 載體的比喻 我剛才在說啦 你木刀 你那個刀啊 殺了半天呢 砍不死人 你鋼刀 就會殺死人 因為他的什麼 載體是鋼 鋼他的韌度 直性就不一樣 這樣來想你就知道 不要以防的槍都會一樣 載體影響很大的 就像昆山槍和易陽槍 同樣是槍 在載體不一樣 槍不一樣 本身的語言旋律不一樣 在載體又不一樣 差別就會很大 這個常常在學術界裡邊 有人說 這什麼好管 他就是表示他 對於這些啊 槍調與載體的 這個關係的認識不夠 好 江西的一方槍 又留步了到江浙 到安徽 尤其江浙的語言呢 恩恩不分 恩恩不分 黃王 他是一個印 所以以防寫出來 就有四種寫法 這是誰找出來的證據呢 是杜瑩陶 杜瑩陶 沖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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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文獻裡邊找出 以防在江浙的文獻的寫法 有四種 一個 宜南的宜 黃色的黃 原來保留 這個宜黃槍文獻上 我可以考察出 在康熙年間 就留步到 到北京了 所以宜黃槍 留步到北京 是有這種 但他那個寫的還是宜黃 可是有些寫的呢 宜南的宜漢 宜二的二 宜藍 然後我們 宜南話來說也接近的不得了 宜 宜 宜二的二是宜 宜乃語 宜 是不是 宜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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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會寫二黃 宜南的宜呢 也會和 帝王的王 因為 王和王 在江浙是不分的 所以會寫二王 那宜蘭的宜和帝王的王 也可以結合成為宜王 所有四個種寫法 都是合乎我們一再說的 因盡而變的原理 那結果大家寫得最多的是什麼 二王 二王有些人不知道什麼意思 湖差說湖北有黃批黃鋼 這兩個地方叫二王 有人說這個黃寫錯字 它是吹底 吹什麼裡面有兩片黃加竹子駝的黃 哇 那這個光寫二黃考啊 好幾十種說法 但是各位 學術重要是什麼呢 合乎邏輯 確鑿的政績 邏輯就是你推論 的一種合理性 正確性 政績是顛破不破的 政績有什麼啊 文獻政績 文物政績 田野政績 哪一種最不可靠啊 田野政績最不可靠 比如說台灣的一種戲啊 叫車骨戲 車骨戲的車啊 免然話叫車 有人說啊 就是因為跳車骨的時候啊 這樣波弄翻弄 好像免然話車拼 車拼 所以叫車骨戲 這個叫做 就是什麼呢 忘文生意或者原生物節 然後各種說法都有 可是什麼呢 我們台北 這個台灣 教育大學 有一位叫黃寧毅教授 他去這個 閩南地區 調查 他的 他非常幸運 我很欣賞他 他的授飾 這個副教授論文 教授論文 都我評的 他那個書裡面 我審的時候說 哎呀老天啊 車骨戲啊 就在這裡 因為他做田野一張照片 那個骨呢 閩南地區的一種 就是大車骨 是那個 節奏樂器呢 的那個大骨 是用車子推的 用車子推的 所以車骨就是這樣來的 會不會變化 到台灣來會變化 所以他可能就是用 憋在身上啊 那就是一種這個變化而已 所以澳房呢 杜櫻桃先生那個 我認為應當是 最可惜正確的 可見 西匹澳房 多根源於什麼 根源於幫子槍 結合地方槍調的一種 直性上的變化 因此 西匹澳房槍 是不是像兄弟一樣啊 就像兄弟一樣 本身直性呢 總有相近似的地方 但畢竟兄弟並不完全一樣 不一樣的緣故是因為 加入了襄陽和漁房的怎麼樣 因素 因素 所以披荒槍就變成 西匹保留的幫子的味道強 比較高亢 激烈 演出的是英雄豪傑 這種 這種這個 生情 以防呢 就比較這個 披荒槍啊 這個 比較 低層豐厚 演出披荒槍方面的 韻味 所以 匹澳喝起來 可不可以復補有無啊 就可以復補有無 那麼這個匹澳的合理 各位要知道 西匹澳 常認為是 道光以後 才在什麼啊 在襄陽啊 這個 武漢這一帶 河流 我認為呢 他 同時在北京 在 揚州 在這個 武漢啊 襄陽一帶 都在乾隆年間 就三個地方都河流了 所以高浪廷 帶進去北京的這個 揮斑裡邊啊 本身就有這一些 亂痰的 各種 腔調在裡面 亂痰之間 會不會你爭我躲啊 結果哪兩個這個突出啊 就西匹澳房就突出了 那麼在這個高浪廷剛進去的時候 他整個叫揮斑 所以這時候的昆槍 昆劇就和揮斑 爭痕 這就進入了 這個 清末 不不 乾隆末 到嘉靖年間的 昆徽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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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是 這個昆邦 對不對啊 現在昆徽增行 這個灰 其實慢慢就突顯出 灰裡邊的最主要是什麼 CPR 好 CPR房呢 到了道光間 大概道光20年 戲區要形成 各位要形成一個這個什麼呢 劇種 而且呢 為大家喜歡 最主要的一定要怎麼樣 如果拍秩序的話 一定要演員 對不對 好的演員 在舞台戲 其次也要怎麼樣 要好的劇作家 那這兩年來說呢 詞曲戲 曲牌體 是在劇作家 而詩戰戲 板腔體呢 就在演員 這時候 道光年間出了三個大演員 叫做前三姐 代表北京的張二魁 代表這個什麼呢 安徽徽般的陳長庚 代表這個 漢就是哪裡啊 湖北 湖北就是襄陽武漢一帶的 宜山盛 會不會誰啊 張二魁 這個陳長庚 余山盛 當時候啊 因為張二魁 歌唱的這個 火音 是以北京化為主 所以它是金派 陳長庚呢 是安徽的 所以它是徽派 這個 宜山盛呢 是武漢一帶的 所以叫漢派 所以三派是這樣 好 這時候 可以說 皮房系的成立 這時候可以叫 皮房系的成立 可是皮房系呢 剛才會跟著發展 藝術會發展 又出現了 三個重要演員 叫霍三傑 前三傑 霍三傑 那霍三傑呢 譚欣培 孫菊仙 汪貴芬 這個裡邊最重要的是哪一位啊 譚欣培 他那時候叫 臨界大王 陳長庚 陳青說他啊 你嘴巴尖尖的 你演武生啊 不行的啦 像個豬 豬嘴巴啊 不行 你只要把他 元老生把這個服 戴上服 形象馬上改變 你將來的成就 結果超過 可是你的聲音啊 他說了一個什麼 太乾 死亡國之音耶 這樣啊 這個經濟雖然 勝 但是差不多要滅亡 清朝也要滅亡 這個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 譚欣培啊 他因為他的地位 他使經濟怎麼樣 和漢 這個漢就是湖廣 還有京就是北京 在語言上他把它螺合起來 各位 如果聲韻來說 哪一個影響大啊 聲韻 是聲 重要還是韻重要啊 韻重要 他用的是北京的韻 就十三道策 十三道策 一般都讀十三道策 可是他的聲調是用什麼 保留福廣音 福廣音 把它調式 所以在福廣音裡邊 就要保留奸團音 奸團是聲母的問題 還有善口音 還有四聲 講究四聲 螺合起來 在批方系裡邊 又產生一個新的境界 這時候在同治六年 批方系 往天津 往上海留佈 天津和上海的人 就稱批方系為什麼 京聚 所以京聚的真正成立 是批方系成熟 第二呢 精化完成 第三怎麼樣 留佈到外邊 一定要留佈到外邊 才被稱為京聚 於說 京聚就進入了黃金時代 那時間是從 從什麼 光系 到民國這個什麼呢 抗戰以前 成為京聚最揮煌的時代 而這時候的京聚史 請問是劇作家 劇本文學創作史呢 還是演員的舞台扮演史啊 舞台扮演史 那麼舞台扮演史 以什麼為基準 來作為它推移發展的這個 沒落呢 以演員的唱作練打 哪一個藝術啊 唱 唱裡邊的哪一部分最重要啊 唱腔 唱腔怎麼構成啊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音色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有咬字吐音的口法 每個人都有對歌詞 對意義情境思想的感染力 然後把它用聲音呈現出來的 高低長短強弱頓挫 這個什麼呢 變化等等 行腔 所以腔調是由音色口法行腔 三個部分過程 就是這個唱腔 以唱腔為基礎 你演出的那個舞台的人物 會不會哪一個人物 適合你唱腔的啊 所以他就會有 演出的劇目中的人物 做代表性的劇目 那麼 以人物為劇目 你有沒有就有一些劇目 就你專屬 你演得最好的啊 然後呢 為了配搭這些 如果第一流的演員 和第三流的演員在一起 第一流的演員 會不會發揮得淋漓盡致啊 不會 因為紅花也要什麼 綠約 所以當年溫宇航呢 因為魏春榮啊 什麼什麼 結果 王安琪啊 張宇華就說 那就不要為孫榮來演 演我梁山寶住英台 那就找他們的這個陳長燕啊 還有這個 另外還有一位誰啊 他們兩個演 我說我一向是主張啊 要提拔年輕人 我一向主張啊 要挖掘自己的 團裡面的 給他們機會 說我贊成 可是溫宇航起先 有一點 不太願意 覺得 他和魏春榮演 才會怎麼樣 相得益彰 後來我們說服他 他很高興指導他們 所以 這個要成為一個流派藝術家的 開山主師耶 是不是第一 本身唱腔是要第一流的啊 哪有梅蘭芳 演出了楊貴妃 別人還敢演嗎 別人不敢演 道理就這樣 所以有關楊貴妃的劇目 就是他獨有的 為什麼魏海銘嫁給了 這個拉夫琴的呢 因為琴詩啊 很重要 所以第一流的這個 流派藝術的創畫 都有一個琴詩 專用 當然 要有齊如山那樣來 為什麼 為梅蘭芳編劇 也要羅因公安的人 為誰編劇啊 為這個陳彥秋 其他也都一樣 陳彥秋的 是有感染味的 腦後腔 因為他的這個聲音 不是 不是亮麗的 所以他還吸收西方歌劇的發聲法 螺合起來 產生他自己的歌調 所以他唱《梅飛的憂怨》 就是誰唱不來的啊 就是梅蘭芳唱不來的啊 梅蘭芳是亮麗 同樣的 上小也是刀馬丹 那到上小刀馬丹 他能演紅線女啊 那麼花段呢 巡惠生就演誰啊 就是要適合他的人物唱腔 甚至也要怎麼樣 給你打扮出來造型 容裝造型 也要有人 所以一個一個名演員 要突出 要塑造完成 有主體的 有附加的這些東西 不是隨便成為一個流派藝術 還有最後 真正說 梅派成立 請問他要不要有一大堆徒子徒孫啊 沒有徒子徒孫 你演了以後 你死了就沒有了 這還什麼派啊 所以你要新傳 還有要不要出去的時候 沒拿沒拿 這麼叫的粉絲啊 所以要粉絲啊 擁護他的粉絲啊 如果這些條件都什麼的話 這個流派藝術就真正建立 可以說 經濟成立以後 這個流派藝術的推移啊 就是真正的經濟史 經濟藝術發展史 都掌握出這個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